这是一首父亲写的三文诗 非常好听这首歌 1984年 庄稼还没收割完 女儿躺在我怀里 睡得那么甜 今晚的露天电影 没时间去看 妻子提醒我 袖袖纷紧的踏板 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见 点钱 孩子哭了一整天 闹着要吃饼干 蓝色的迪克声音 通往心里攒 蹲在池塘边上 给了自己两圈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他的青春留下 留下来的三万语 几十年后 我看着泪流不止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1994年 庄稼早已收割完 我的老母亲去年 离开了人间 真是这样 我的爱情 又要去帮我 回便跑进了 少圆 但你正在乱涮并不停 孤单 说了一大圈 想一想未来 我老成了一对酒之间 那时的女儿一定会美得很惊艳 有个爱她的男人 要娶她回家 可想到这些我却不忍 再看她一眼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这是她的生命留下 留下来的丝练声 几十年后我看着 泪流不去 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 相遇着 那双脸的故事 就是一辈子 谢谢一首我父亲写的伞文诗 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